大家好,我是阿欣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便宜简单好做又好吃的 家常小料理叫做金针菇盖饭 哇,金针菇也可以盖在饭上面 没错,待会你就知道 特别特别好吃 而且整个成本不会超过30块钱 更重要的一点是 今天都不用开火 咱们用微波炉就可以完成 这道非常好吃的料理 不过咱们一开始还是聊聊食材吧 前几天咱们讲过了金针菇 为什么姓金不姓白 因为它在野外生长的时候 颜色是什么?金色跟褐色的 所以它英文有一个名字叫做 Golden Mushroom 那奇怪了,为什么我们平常在野外 看不到金针菇呢? 因为存在我们脑袋当中的金针菇是白色的 即使出现一朵菇橘色的在旁边 你也不敢去吃它,你说是吧 而且它在英文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Winter Mushroom 也就是冬菇的意思 它的野外生长环境是在室温15度以下 它才会冒出来 所以在中午的时候又把它叫做秋荤 秋天的秋,荤石的荤 为什么叫做荤石的荤呢? 因为把它拿来煮啊 还带有那么一点点肉的味道 它同样会释放出令人非常开心的 胺基酸 不过我知道现在高中快要会考了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看 复习一下高中会考里面有关生物的特色吧 老婆我们在生物界里面啊 大概可以分成五界,我们通常说生物界有五界说 我们最常见的是生物、动物、植物 所以第一个有没有细胞壁一拆就把动物给拆出来了 那植物跟真菌都有细胞壁 它们两个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 最大的差异是植物有叶绿体 它可以行光合作用自洗合成需要的养分 但是真菌有没有 真菌没有叶绿素 所以它没有办法自行制造养分 所以它的所有在野外的生殖环境就是 辅生、共生和寄生 它的营养成分都需要靠别人而来 像这种东西它就是属于辅生菌 它会在腐烂的木头里面吸取养分 好,那我们另外再来说 它最大的一个特色 它们两个虽然都有细胞壁长得也不一样哦 植物的细胞壁是纤维素为主 可是菇类或者真菌类的细胞壁以什么为主呢? 以鸡丁质为主 所以这两个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们常常说啊 这个东西叫CU Tomorrow 吃完之后明天会再相见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鸡丁质 也有人类无法消化的膳食纤维 所以吃进去之后没办法 消化当然就跑出来了 这几个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 挺好玩的 如果你家里面有国中高中生 接下来准备要考生物的时候 或许可以把这一集看一看 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复习一下 咱们国中高中时候学过的生物 好嘞,话不多说 赶紧把时间交给老婆来分享这一道 非常简单容易便宜好吃又营养 更具有减肥功效的 嘿,金针菇盖畔 老婆,时间交给你 STOP! 大家好,我是玉璐 今天我们要做的食材非常简单 最主要用到的就是金针菇 这个金针菇我们今天在市场买一包才十块钱 超便宜 夏天的时候买很便宜 冬天的时候买就会比较贵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吃火锅的人变多了 对,所以冬天买通常大概就十三十五块 可是夏天买的时候等等都很便宜 有时候一包才九块 那这个金针菇 其实你这样看就知道它其实超干净的 所以我们在料理的时候很简单 嗯 就这样子 我都是这样直接从这个地方连袋子哦 就这样一刀下 对 下了以后你看它这个我们就不要了 这上面这个其实很干净 刚才就讲嘛 它其实啊 都会在那个太空包里面生长 所以它其实基本上是非常干净 不要洗哦 它第一个它不会有农药 第二个也没有灰尘 你如果洗的话它会变丝丝的 反正不好吃 其实这个直接啊 就这样子剖片就对了 对 我们就把它先这样剖一片一片的 好,这样看起来比较漂亮 对 然后一虫一虫的吃 对 大家就是要注意一下 我就顺便再讲一下好了 这个就是真菌类的脂实体 迅饼跟迅散 也是它的繁殖器官 生殖器官 而下面切掉的这一块 嗯 最下面这个脏脏的地方 就是它的菌丝 嗯 这是它的营养器官 哦 所以我们今天要吃的是真菌的 生殖器官 哈哈哈 你刚才讲 应该没人想吃的 哈哈哈 我上次讲完 很多人就不送花了 哈哈哈 因为 国中生物也有提到 不是,男生就真的找到一个 不用买它的好女人 不过他真的从来没有送过花 他就问我说 干嘛让被钱买到东西 不是 我还没讲过 植物里面不是根莖叶是营养器官 花果是种子就生殖器官 干嘛送一个飘飘亮亮 让植物的生殖器官给女生嘛 然后如果你这个打开的时候 它有一点黑黑的啊 这个其实就是它在太空包里面那种墓屑 对 这种你就稍微刮一下 或是用餐巾纸把它擦一下就好 对 好,真的不要去洗它 洗了以后就不好吃了 好 好,那我们就自个弄一下 很漂亮 有耶 排得很整齐 对 这样子最方便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开火 我们直接进微波炉里面 微波两分钟 这里有个小诀窍跟大家提醒一下 刚刚老婆说的 就是下面不能切得太深 如果你一刀切在这 它就不会是一片一片 它就一根一根散散的 对 对,那就用剥的就好了 就变一丝一丝的 那我先去微波 这样微波两分钟 这个金针菇就会熟了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 效果如何 你看看起来好像还有一点点不熟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再把它关起来 再微波个一分钟 剩下微波的时候 我们现在来调它的调味料 它的调味料 我们现在用到这个是蒜头 那蒜头的话 我们就把它切磨 像这样 登登登登 把它切碎 切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切辣椒 我今天准备了大辣椒跟小辣椒 为什么 大辣椒是不会辣的 小辣椒会辣 大家自己斟酌 接着我们现在切些香菜 哇,这么多啊? 对 因为是我要吃的 香菜是要多一点 所以真的会做菜 就差在这一点 可以自肥 对对对,你想吃什么 水里夹 反正别人也没什么讲话的余地 对对对 好,这个先先放旁边 好嘞 接着我们来调酱汁 酱汁其实很简单 嗯 我们在做这个料理的时候 其实酱汁你就自己调整 像我们家的话 就是用到这个是酱油 酱油 酱油 酱油给它一些 对 然后给它醋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种 柠檬醋 柠檬醋 对,这种其实很方便 在全年就有卖了 那你有新鲜的柠檬 你就用新鲜的柠檬 不然你就用白醋也可以 那有点酸哦 不酸不好吃 对对 ok 然后再来 我们要给它一点点的 这个砂糖 还有就是 我们要给它 一点点的 蒜蓉辣椒 蒜蓉辣椒 这样,这我们自己做了 对,辣上加辣 对 ok 现在要吃辣椒 还是自己处理比较好 嗯 因为之前给大家报告过 第一个担心 加工后的有蔬蘭红的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农药残留 公布了 还是 农药残留不合格率 以前台湾第一名的蔬果就是辣椒 对 那我们用的这个是香油 香油 ok 好,这样基本上 这样子就已经调好 那我们去我们的那个 微波 微波炉里面的金针菇 已经微波好了 嗯 一共三分钟 趴下来 对,大家要看自己家里 微波炉的功率 反正就没熟 你就再把它微波一下 就好了 这样子我们就一束一束的 这样把它放进来 其实这样闻 你就觉得金针菇 其实蛮香的 对 很香 你就知道它为什么叫求婚 小时候你有没有吃过那种罐头 就咕咕罐头 有 有没有 其实主材料就是这个金针菇 嗯 这种金针菇啊 我小时候还吃过一个外甥伯伯 他做的那个金针菇 他就把这金针菇拿来炒 炒蒜头 炒辣椒 炒得很辣 封在罐子里头 超级好吃 嗯 我们之前有拿来炒过秀真菇 对不对 平菇也是用那个方法炒 对对对 就是那个伯伯的那个做法 对对 OK 这样子 已经好了 嗯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酱汁 把它的酱汁 淋在上面 哇 哇 这酱汁闻起来也是酸酸辣辣的味道 对对对对 整个下了 酸甜咸 这样很漂亮 对对 然后鲜味就来自于菇菇 好 制肥的香菜 给它在上面 先加这样子就好了 好嘞 好 OK 那我们就完成准备试吃 Go 嘿嘿嘿 轻轻松松两三下不开火 成本不用三十块 嘿 这一盘好吃的金针菇就搞定了 再加上你看 特制的盖饭加上一颗蛋黄 超漂亮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高级感就来了 有 其实有的时候在家常做菜 就多那么一点点手续装饰一下 那个感觉完全不同 再还有一个小小的步骤 就刚刚那个白饭一定要够热啊 这样下去才会好吃 把那个酱汁夹进来 酱汁连一点 这真的是邪恶料理 好等一下等一下老婆来 靠近一点 这个时候把蛋黄给它 出开 这是犯罪现场 哈哈哈 有时候吃饭 就是个幸福的事情 不是吗 真的 我通常在吃这个的时候啊 我会把它拿到旁边一点点 嗯 然后沾一点点 蛋黄 狗狗 很好吃很香啊 然后把一口白白 真的酸酸辣辣 超香的 而且金针菇你在咬的时候就烤烤烤 很脆啊 看清楚金针菇 这有没有像金针菇啊 金的没 金色的金针菇 加上白饭 嗯 大家减肥就不要吃白饭了 嗯 超香的 就配上白饭 真的味道不一样 嗯 有的时候减肥啊 嘴巴夹两个就好 嗯 一样吃啊 嗯 还是好吃 就是那个辣椒超辣 超辣 这个其实也可以放在冰箱里头 再冰一冰 更入味 金针菇 跟饭一混 嗯 光看都肚子饿了 有的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便宜的食材 一样能够做出好料理 简单的料理手法 一样能够创造出无限的美食 而且品番的生活 也可以过得像我们这样 有脂有味 你说不是吗 招心办团今天分享这道好料理给大家 不用开火就能做的 减肥小料理 金针菇盖饭 咱们下回见 拜拜